越是小气的人越赚不到钱嘛 越是大气的人越赚到钱嘛 这是事实 这是真一样 因为钱的本质就是流通 只要你不让你的钱流通 钱就会很难受 他就不想在你这儿待 这不就是事实吗 舍得舍得 不舍不得 大舍大得 小舍小得 但是花钱有没有方法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很多的年轻人 90后平均负债30万以上 办信用卡 用精英白桃 用花位用借位 他们根本没有钱 还在享受人生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提前享受 花钱是有方法的 想不想周老师教你个方法 让你的钱越花越多 前两天咱们一个粉丝 在那个会播上给我留言 老师 我现在有60万 我在打工 我打工打了20年 我攒了60万 你能告诉我 我怎么样用这60万 翻身变成妇人吗 我说你真想听吗 真想听 我把这个方法 如果告诉你们 你们每个人都按照我这个方法 花钱都会成为妇人 想听吗 想不想听啊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我的命运是怎么改变的 曾经周老师特别穷 我在河南郑州 做业务员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来自深圳的老板 他初中没有毕业 但是他成为了一个亿万富 我就问他 我说您是怎么成为亿万富的 我当时特别想追求财富 他问了我一句话 那句话很扎心 他说小植我问你个问题 你每一年会拿出多少精力 多少时间 多少金钱 在自己学习成长上 他把我问懵了 知道为什么问懵了吗 因为我一分钱没拿过啊 我连买本书25块都舍不得啊 他说小植我告诉你 我每一年最少会抽出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每一年最少会抽出 两百万到三百万的钱 在学习成长上 我初中没有毕业 但是我在北大上了北大所有的课程 我在北大学习学了三年 我说那北大是怎么学 我为什么后来去北京去北大听课 就是因为他告诉我 在北大听课不用钱啊 他后来在北大报了一个 那个EMB总裁班 中国是有很花样的课程 就这个问题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叫扎心一问啊 这个问题我今天问你们 你每年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多少金钱 在自己学习成长上 我相信我们很多中国人 在大学毕业以后 就意味着学习终生结束 而在美国大学毕业 意味着学习刚刚开始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教育 第一种学校教育 第二种技能培训教育 第三种财商教育 学校教育提高你的智商 不好意思 智商教你聪明 但是不能让你富有 我们在学校从来没有学过 跟今天有关的任何知识 如果有的话 只有一句好好上学 将来找份好工作 让我们做雇员嘛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学校教育提高你的智商 技能培训教育 提高你的情商 智商不能让你富有 情商只会让你成为钱的奴隶 而只有财商才能让你成为钱的主人 我想告诉我们现场的所有同学 从此以后 我就只在财商教育里投钱 我不好投到变中资产 这个各位 我们来看一看 有财商跟没有财商的区别 到底有多大好不好 如果现在周老师给你一份工作 一天可以让你赚八十万 你准备怎么干 你看 我撕你干 干到什么时候为止 干到中风为止啊 干到偏瘫为止啊 那如果说你给了你一份 一天赚八十万的工作 结果你干到此为止 干到中风为止 这份工作对你来讲 到底是福报呢 还是业障呢 再说各位 如果学过财商的人是这样的 给我八十万 我把这个工作接了 然后找人帮我干 分他四十万 我拿被动收入四十万 结束 如果四十万 他不愿意来给他五十万 来给他六十万 来给他七十万 我赚十万都行 因为我赚的这叫被动收入 听懂的举手 敢不敢听真相啊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活着的 唯一目的就是为了 让百分之三的人活得更好 这是不是真话 穷人把钱存银行 银行把你的钱贷给富人 然后富人开家公司 请你工作 用你的钱 用你的人 用你的时间 这就是真相 你们今天把钱用到微信里 微信收你们钱了吗 不收你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马化腾虽然没收你微信的钱 但是你把钱都存到微信上了 那个钱的使用权在他手上 他在银行买个银行理财 七个点八个点都赚够了吧 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赚差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未来赚的是现金流 你只要现金流过我这儿 我就已经能 我就已经赚钱了 有一个银行家 他儿子就问他 爸爸咱银行 你只是个打工的 你为啥还这么有钱呢 他爸爸说你这样吧 你是咱冰箱里拿一块肉 拿过来了 再放进去 放回去了 干嘛呀爸爸 看看你手上有什么 有 听懂的举个手 不就这么回事吗 所以从今天起 不要钱的所有权 因为那叫水中捞月 永远要的钱 什么权 使用权 钱放到你口袋 不是你的 你只是帮别人保管而已 只有画出去的才是你的 就穷人总是认为 只有在我口袋的钱 才是我的 这个观念是错的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在你口袋的钱是负债 它是在贬值 只有把钱花出去才是你的 大家能听懂吗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 钱是怎么财 钱是货币吗 我们最开始是没有的 我们有了剩余价值以后 你有了羊 我有了牛 咱们想换一下 然后咱们就定一个 三头羊换一头牛 但是你有一头驴 你想换我的牛 怎么办呢 这样吧 把羊做成单位 一头驴换两头羊 然后把羊作为一个中间的单位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未来去集市上买任何东西 先要把你的东西换成羊 再拿羊去换那个东西 但是后来发现太麻烦了 能不能把羊变成一个 就羊说白了就是个代替品吗 刚开始羊其实是有价值的 后来咱们羊太麻烦了 咱们找个东西代替吧 来贝壳 所以咱们中国的潜质就是贝 刚开始贝壳 贝壳其实没有价值 慢慢的就找贵金属了 黄金 白银 当然了黄金其实也是没有价值的 是因为它稀少 大家认为它有价值 它有价值 来继续 慢慢的黄金太沉了 搬来搬去太麻烦 来咱们这样吧 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产生了第一张纸币 叫做胶纸 就是拿就盖个戳 这就是钱了 因为是政府的账 所以就是钱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银票 比银票还早 叫胶纸 后来变成银票 说白了吧 这就是一张纸 这张纸的目的就是 你们交完一以后 拿这个赶快去把黄金换回来 这样讲的问题 慢慢的发现 各国政府都发现 如果我要拿黄金 再生产钱 那我的钱就不能够印太多 因为当时的钱 是跟黄金挂钩的 后来全世界的货币 都跟黄金脱钩了 从全世界货币 跟黄金脱钩 特别是美金 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叫美金啊 因为它每一美元 都要有这样的黄金储备 才能发奖的 它就是黄金 但是当美国的这些 华尔街的这些政客 把美元已经深入人心 变成全球结算单位的时候 我们这两天会专门讲 华尔街的局 华尔街的局 讲到这儿以后 你就会发现 就这么跟你说吧 从美元跟黄金脱钩开始 全世界的钱 都不是钱了 都变成了这儿的 来你告诉我 这三十年 你们算一算 这三十年 你告诉我 哪个币没有贬值 港币贬了吧 人民币贬了吧 欧元贬了吧 这个美金也贬了吧 美元也贬了吧 是还是不是 这就是一张证 富人看得很清楚 所以富人认为 只有花出去的钱 才是自己的 钱的作用 只有一个购买资产 产生性流 如果我的钱 不能购买资产 不能产生性流 我的钱就是一张证 他非常懂得这个道理 你们不懂 你们把钱当命 你们把钱当人生 第一目标啊 对我来说 对我来做的 我来说 好 我来说